好 我们接着早上 早上我们谈到这个 转为畜生类 都会有同样的一种习性因缘现前 所以 这个前面讲这个瘫瘫瘫瘫瘫瘫就是厌鬼 因为有瘫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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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瘫� 所以即便为人 还是受这个余流的果报 还是有这种余流的果报 串在这其中 所以其实我们在谈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在修学当中 如何去观察到这一点 前面我们有谈到 有时候我们一味的在修学 但我们很少人去仔细观照 这一点烦恼习性的喘息 这也就是我们经常在修学 有点 我常讲 有时候我们修行修道 最后很难为人天之典范 这就是我们今天修学 不断在佛门修学 依着戒定慧 假如如实修 应该是人品高尚 应该是众生仰望归一的 那我们现在经常讲说 我们今天找到一个很多 我们修学到一段时间 但我们去拿什么 去作为众生之所皈依的地方 德在哪里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德 我也常讲说 第一个我们讲能 讲德 德能 我们没那个能 没那个德 那为什么接受人家礼拜 为什么人家不好 拿这个钱财去给自己 效仰父母 自己吃好吃 用好的 那为什么要供养你 那你凭什么 凭什么接受 这种习性 我们必须要去慢慢断除 当然不是每个人 一下子就可能修得非常好 但至少 我们讲说这个人天师范 应该要学会这个 我觉得我因为现在 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在听法 也有些东西 有时候针对僧众在谈 就是有时候有点不方便 但问题我常讲 就是我们这样一眼望过去 有时候我们怎么样去 用什么样的德 来接受人家的供养 因为这一个 它是相对应的 就好像说 我如果不受这个戒 那我当然 我比较没有违背戒法的 这一个过失 那这样我干脆不要受戒 可是问题 这个戒的方 戒本身是成就你道业的一个 就往上成就 比一般凡夫 能更加成就 所以我们才愿意 以他为助道之良 是不是 以他为助道之良 所以我们要来 拿来约束我们自己 拿来约束我们自己 我们慢慢依这个东西来规范我们自己 包括我们现在所懂的这些道理 也因为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习性 所以就严格的戒法 是不是连这个烦恼习性 也应该要审查 而加以断除 所以如果没有正确的知见 你凭什么去 你守时的戒法可能跟外道一样 但我们现在就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在受持的时候 我们知道有这个烦恼 所以我们必须急以想要处理 所以我们必须有更多的助道之良 所以我们必须要防复 从这个防复当中 才显得人品高尚 因为我慢慢能对峙这个烦恼 是我愿意守持的 但如果我们没有的话 我们现在发觉就是说 于我们何有一得 当我们要看到这个烦恼 我们已经开始在对峙了 就算我们烦恼未完全跨越 但至少有心了 见识见识 我们才看到这一份 这个殊胜的因缘 就看到让人家觉得 这个人天师范 但我们有时候在想想 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修行 如果以人品来讲 那你怎么跟世间人 你是不是 我的意思应该讲说 你有没有高于一般人的人品要求 照理讲你的标准 是以初三界为标准的 你的人品要求是要高过别人 你不能把标准拉低的 你看到的过失 不是一般人看的过失 你看到的是轮回过失 你看到的是这一等习性的过失 乃至我们处在人道当中 我们有哪些烦恼 这个你要会观察 或者的话 你会用一般人间的那种相对的标准 来要求自己 那这样要求下来 有时候到最后那我问你 那你有比别人高尚的地方 没有 那修道老半天 没有比别人更高尚 那是何谓叫修道人 我们今天讲白点 本来就是要用灰常态的要求 你应该 不然怎么叫做 五界在家 沙弥沙弥你 开始就是跟一般人开始要求不一样 比丘比丘你 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持守 你才成为怎么样 让人家攻见 因为不同意凡人 是不是 这还是戒法 这个戒法有时候还比不出佛法的殊胜 我们这个戒法 定法 这个都还是共事间 我们都还不一定赢过事间 戒定 在共事间 那现在我们是自诩为道人 被人家来恭敬的 那你就必须要用非常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你不能用常态的 是不是有点难 对 做不到 我一下也做不到 不要说你们做不到 我也做不到 问题 我的目标 的确是要用这种 不能用一般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你说我少欲 你那个少欲跟那个少欲 如果一样的话 那你不跟在家就好了 对不对 我有起码的这种是非善恶观念 人家也有 我们应该有出离之见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做一个 我们今天修道多少年 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有一个比较严格的要求 就是说 你跟我讲佛道的精神在哪里 我还是一句话 不要背明相给我听 因为我为什么要这样要求 因为 我为什么要提这个东西 就是 你如果连道理都讲不清楚 你就不要跟我讲说 你修行能走得多稳当 为什么我们发觉就渺渺茫茫的 不知在修学什么 包括我们现在学这个东西 我们必须要很清楚 这是跟你生死解脱有关的 这跟你菩萨道有关的 不要这样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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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过了 什么都没有 那到时候你接受供养的你要赔 再过来 我教的你也要赔 当然要算账 我又没拿你的 我没有拿你终点费 你要是给点终点费的话 还可以见 罪过少一点 所以看以后你们担心就交给我好了 少你们的过失 我要听这个 要讲这个 我不是跟你们算账 我的意思就是说 假如我们现在是一种交易的话 那就是我背我的因果 你们背你们的因果 但如果这中间有一点是我的发现的话 你没用到 对不起 你欠我的 我很乐意你们欠我 以后我可以收红利 其实你也不用交给我 如果你在这里学一点智慧 来利益众生 那你不用交给我 我自己红利也一直进来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能修学好多年到最后 你不能法不清楚 老实讲 我现在如果把修行人集合起来 能把佛法不是要你上台讲 懂一点 懂一点四地道理 懂一点八正道 我们换换的只是讲说苦极灭道 我不是讲说 说不出那种对四地了解之后 对修道的那一份肯定 可能泛泛的 都懂懂懂懂 我不能说你没有善心 但问题 我看不到你的解脱之间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修学用功 到最后依然惶恐不安 内心到最后很难生出 决定不动摇的这一份心 我所谓决定不动摇不是那个圣者的意思 就是我这样念佛 我觉知往生 不动摇 我不容易看到那种很深刻坚固的心 理由在哪里 知见为前例 我说实在的 所以我们经常在零零碎碎上的修学当中 就找不到他的主要灵魂 所以我们今天在谈这些东西 我今天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讲到人道 人道是谁 就是你 就在你身上 你没有看到你的十种习 这个十种习 你现在也许现在你的道业 道心是带头 但我早上讲了 你不要以为你其他习没有 只是暂时被你这个一点稍微的道心 或是你现在没有逆境 没有贪爱之境 所以你暂时还稳得住 可是当境界一来 你可能一下就脱盔卸家 曝光了 就完全招架无力 这就是我们经常在我们经验当中 一再而再 一而再再而三 看到修道人 面对境界的人 那等不堪 好 这个过了 下次再来 反反复复 我们至少也要 就是你如果我们不知道 我们至少要惭愧 我现在遇到什么 我经常起心动念的是什么 我现在讲说 如果你连五块都计较 你就不要跟我讲舍身割肉 那太远了吧 你连五块都计较的 你还讲谈舍身割肉 是不是 你这也要那也要 这也贪那也贪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你说来看看 没有一个超乎一般人的 甚至还比一般人差 那怎么叫修行 那这个不用谈理论 自己看自己就知道了 我们讲布施好了 如果我们当然出家人 能多少布施 像我们这个扣一扣 健保会就剩下没多少了 我就不要求你们布施了 拿你们这一点 大概也吃不了几根冰棒了 那问题我们还有很多布施 你休息 我帮你布施 是不是 凡是我身上的脑袋的任何东西 我可以舍的我就舍 你不论你怎么对峙你这种烦恼 在第一恶鬼畜生一路来 这些习性现在还在你身上 你根本还没固定 这个东西就是适机而发的 那你不用你的更积极 你不是防他不出 你应该是正向怎么样 修行化解掉 化解掉他 我这中间有贪 我贪污 对不对 你不要成为怪鬼 到最后弄到鬼怪 你应该就长蛇 所以就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所学的 其实是不是可以对峙这很多的问题 这不就是在救度自己吗 是不是 不然我不知道你到哪时候修 这个就是啊 你就是你现在就是在度化自己 我们现在就是在做三十信念超度自己 是吧 不是吗 不然你等别人度 我告诉你 来的不一定就是很能说服你的 那就来了你也听不懂 听不懂 讲的也不一定符合 所以有时候看到很多 如果我看到有人临终的时候 不同人都是关心的 讲不对话都是好意 会动你的心 所以你临终的时候 谁能进来不知道 反正你也不能讲话 你看到他 你本来叫他这样 他以为你把他叫进来 你不是 你是叫他出去 他结果他看上头不看下头 上头是勾进来 下头是甩出去 结果他看了上头 其实你是希望他出去 可殷勤在主现前 赢就赢 气就气死了 他们好意啊 可是讲的话 殷的境界是让你起烦恼的 这时候也不能怪别人 因为大家都好意 但每个人有个人的认知 问题能怪你自己 平常没准备啊 你诸多的这种习性一直长养在你内心当中 所以我说 我们修行修行修起到一段时间 我们对那个法有没有寥寥于心的 包括我们现在不是在讲这就是苦疾吗 我们现在是在讲苦疾 同时也讲灭道 是不是 你有这样的苦因生这样的苦果 而这个苦因一直串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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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串到地狱出来的 恶鬼出来了 畜生出来的 当人道还在传 那我们就看看我们现在身上所造成的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则是 这又不是讲假的 欲知来世果今生作则是 这个道理我们现在来听 是不是蛮好用的 现在这样听起来 现在前面讲到这里这几句话 是不是以后还是在写个毛笔字 就送你们这些 你说老生常态 听过课以后 这就不像老生常态了 你就觉得蛮亲切的 其实我的身上的每一个细胞 我每一个念头 我所有一切受用 都是如是因如是果 很公平的 这中间没有针没有减的 是不是很如实 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种贪王的 你就到最后 餐和劳累 就是混在这个地方 就参就是欲 就是参与 参入 就是变成列入到这个等流里面 这个流泪当中 好 彼因伦者愁足互寻 生于人道中 参与闻泪 就是说这个贪民的亡良 是有贱的习惯的 这个挟之挟贱的 不振思为道很会思啦 脑筋转来转去的 参与闻泪 就是做个小师爷这个啦 小友这种大财情没有啦 做做诗词 写写东西 讲讲文章 那还可以有这么一个小聪明 要惊天伟地的那个东西倒是没有啦 谈谈世间的杂学啊 可以 有小聪明 就是四字变充之类的东西 没有啦 四字变充后面还有 比修真者愁足互寻 生人道中参和名类啊 修真就是这个贪臣嘛 然后就是有诈 有诈 欺诈也是小聪明 那实在参和名类到最后四字变充 玩小聪明那一类的 这一类的呢 经常玩聪明还被聪明误的 也是这种的 技巧 非常技巧 但心很难端正 有的人是心很单纯 但有点愚钝 有的人是脑筋一直转 不老实 那我们现在是啊 心非常巧思 但能如理思维 因为如理思维 身心稳定 是不是应该这样 它是合在一块 就很像直观一样啊 因为身心稳定 它能如理思维 因为如理思维 它能身心稳定 这是合在一块的 这是合在一块的 所以比修真者 就是谈成 这配合前面的 那就会 如果等为人的话 这个都是小小的能力 就是偏向而已 不表示说它就好的 其实有些东西 因为它是过去烦恼带来的 所以表现的是那一份技巧 那个脑筋不老实转来转去的 但是有这样的巧思 但不一定如理思维 所以这些东西不必然带给它迹象 因为它是夜袭 懂不 你别说 诗字变充好 我们不讲诗字变充难 没有 搞出难来 再一块 彼珠寻伦 这个就是贪党的 这个宋喜 以宋喜为主的 愁足互寻生人道中 参与达列 达列 就是说 它是不是当狗的时候 来 它就展现 就是跟你撒娇 对不对 猫啊 腻在一块 它是悬的 很顺人心 所以它很多通勤达礼 当人的时候 一户狗仔相 狗腿相 这个懂 当然你说 哎呀 这个人家通勤达礼 你是不是那一类来的 这个就危险了 你小心被揍 它可能是达类 同时又是什么 又是消泪的 它就咬了你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很多点 外向你看不到 包括我们在 思维佛法当中 修学佛法 我们表现出来 在世间法 我们可以比较清楚 因为这个世间就是 很赤裸的表现自己的烦恼 但在修道的地方 它合在一块 所以合在一块 有时候看不出来 外向是善 那不一定 比如说我们讲 我们讲说 这个是 它里面有什么 有顽类 鱼类 鱼类 对 有狠类 还有微类 对不对 还有柔类 就是说 修行修道这样 哎呀 它好柔软 不是它是没力的 不是柔软 对吧 好柔软 不是是柔弱 跟心性柔软不一样 它是柔弱 它担不来 对不对 好 那有的人是 小小有才情 但世之变充 之类的东西 不能形成一个法的决定 经常是在 就是很多人在文字上寻思 说出很多的创建 哎呀 我现在懂了 是不是这样 结果讲错 乱空一通 乱友一通 到时候要什么都乱用 为什么 虽有文思巧思 但不能努力 不努力 不能努力也不努力 但偏偏说的是佛法 是不是很容易让自己误解 让别人误解 会不会这样 会 在外面里面 我们可能会讲 你讲那些 可是偏偏你讲的是佛法 问题你的佛法未必是对 好 我们心性像是柔软还是柔弱 你像是勇猛 还是如玩类 还是用类 还是很类 还是微类 所以在一个地方 我们的威德相背不出来 是不是有点违类 违 这个 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大家是众生平等 但在修学过程当中 有的人 你看那个天人也有 小天碰到大天下的钥匙 那我们修行当中 自己的德不够烦恼习心中 你会处在一个地方 经常会被人家忽视的 这个你不能怪别人 这有时候是 业力 是不是 你不能一直寻求说 别人要尊重我 别人要尊重我 不能一直老是靠别人 这是你感应来的 所以在活头大时代里面 同样生团当中 也有很多类 那个是 有一个 那个也很恶劣的 我不是讲说 那个恶劣到 面对活 活你这么说 活说我没这么说 没有 活你这么说 活说我没这么说 当着活面 硬凹活脱 你看这个够顽劣 我就跟他 我不是这么说 不是 他说活你这么说 我说光看到这种心情 我说活真有脾气 要是我就受不了了 被这个顽劣的子弟气死了 我明明没这么说 他说不是活你这么认为 我说没有 够厉害吧 所以我们现在还算不错 还没遇到这样的 师父你这么说 我没有 不是 你真的这么认为 我没有 你再讲 我就爬到高去跳下来了 我受不了了 是不是 所以你看 我们即便在任何地方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留意到这一点 那我们是不是要转变 比如说 那我一直为大众服务 我是不是劳累 你不要去想那么多 你如果发觉你无可奈何 百般无奈 而不是用欢喜心供养 你可能就是劳累 对不对 那像我们这个 从出家到现在 我们大概也是劳累 那是不是就 你如果是那种无可奈何的 被逼迫的 让人家驱使的 但你一点正思维 那些公养之心都没有 那你可能就白白忙了 或许 或许 或许我们也有一种过去夜报 所以我们经常会必须要做很多 服务大众的事情 在国庆百路是不是有 因为他上辈子在这个寺院 他不亲近 所以今生作为近人 在这里服务 是 可是他虽服务虽服务 他服务大伐很厉害 所以他在烧饭的时候 那个照片他录定了 那个在大殿听歌的都还没录定 那个烧饭的已经录定了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上辈子他讲的 他是原作者 各有因果 对不对 野甘 野甘他畜生 天人下来听法 各有因果 但该还要还 是不是 如果了解这一点的话 有的人就乐意 我知道我该了这个夜 就了这个夜 如果你再没有 那这样变成 处在佛门当中 爱爱怨怨 该供养大众不供养当众 起分别 那你不是继续造业 你是不是继续造业 所以这种东西 我们每个人的习性不一样 你看 周历盘托绝 他是不是也顿 那你说他顿也顿 因为过去的因缘 说他有善根也有善根 所以他成了阿罗汉 是吧 很有意思 在佛门的所有很多例子 你会看出 真的是法无定法 该有的英国也都英国显现 有没有定法 还真没有 随个人 看路到因缘如何 是吧 所以我们在这点上 我们必须要 远离了世俗的这个颠倒心 转化为清净的心 就像前面讲二十五元通的时候 他也可以是因为这个烦恼 他因为他是受苦于这种烦恼 却没想到他的元通 却因为这个烦恼 是吧 佛法就有这样的妙用 我们看 阿难 四等皆以树债庇愁 复行人道 皆无死来 业绩颠倒 相生相杀 不欲如来 不闻正法 与陈老中法尔轮转 此被名为可临明者 你看这个用词怎么样 法尔轮转 你也不是谁 谁 让你这种法尔轮 还是一样 卢是因 卢是果 所以 我们要讲说 有时候我们不知道 继续顺着这一份夜流而走 有时候我们知道 也挡不住夜流 这夜流驱使 有口难言 没办法 那你虽知道 但你的夜流 夜流是谁 夜流也是你 你的夜流现前驱使着你 这样一直往那里受报 还有一种夜流 还有一种夜流 自己还愚痴 继续不但是受报 还继续照业 所以像这个东西 我们要讲说 处在这个人世 当我们也看到 这种六道轮回的种种关系的时候 我们就会 这就是正思维 我们才会有一种修行人的高度 我们会跳开这样的轮回种种的 即便你看到龙华护柜 贫贱如何 对不对 深深灭灭 你会有一种跳开来的高度 看六道轮回深层变化 他到天上 他下来 这样跑来跑去 我看到 所以你看到的护柜 你也不会羡慕 你看到人家 你也不会 看到人家受苦 你也不会轻视 为什么 你还不会在此中的人 你只看到 你从短时间 你不会掉入到 哎呀他好差 他好好羡慕 不会 你会因为你看到 是一直变化的 他一上一下 咚咚咚咚 你不会用一个固定言 去羡慕或嫉妒 也不会去轻视诋毁 不会 因为你看到的是 人生无可奈何的变化神轮 你会有这样的一个高度在看世间 只是我们现在没神通 但我们要是有神通 我们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我们在道理上越来越知道 这些底下的畜生是如何变化而来的 我们同时再用一种很亲切的心跟世间对应 你知道吧 所有人该怎么对应也对应 但内心都有一个冷静的眼光在看世间 都有一个眼光在看 对不对 就像你面对你的父母 是我的父母 也是过去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因缘来 所以既然视线为父母 就以父母之心 子女之心孝顺 但其实在这个只是这样 就是就现前身份因缘这样 你其实还有一个高度 就是以菩萨的慈悲心对待一切众生 报众生恩 报父母恩 报国土恩 是吧 报三宝恩 你必须要有这种始终 有这种高度的正思维在思考问题 不然你一下子你又轮回下来 你又跳回来了 要跳回来到最后 自己都沉沦来下渡人 我们会尊重于现前因缘 应该以什么身 当然我们没像观世音菩萨那么厉害 但我们这个正思维在引导的时候 我们也是不是越来越能存首意 在面对这个人世当中 应该以什么身来对治他 对应他 但同时是不是也保持了那份智慧的绝招 那你如果用这种态度 你不觉得你走到哪里不就是你的福田之粮 不是吗 都是 那在这里知道归知道 再过来就还是要面对什么 知道归知道 内在的烦恼是一直现前 好吧 那就来对治他了 那这里面有什么味道 就是对治很苦也很苦 但因为观念已有 所以对治的苦当中 却也知道自己正在修行 是不是有这种味道 因为我讲过 我不妄想我一下烦恼对治完了 但我知道这些烦恼要对治好 就靠我现在这一分分分忍耐向前 所以我在这里受用这个道理 我正在修学 我今天如果多走一步 以后就少走一步 所以一个人修行 不能靠别人一直鼓励 要靠对佛法的体认了解 然后在这样当中 即便你修行不敢面对境 你都有一个安住法的喜悦在里头 你必须要靠你自己 我可以靠别人很危险 是因为佛法的道理 这个道理告诉我 此生彼生此灭彼灭 我现在正在对治我的恶法 长样我的善法 是这样的 所以像这样的情形 我刚才讲说 业绩颠倒相生相杀 那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角度 轻易掉入世间相对的态度 你自己就感应这个工业 感应这个工业 你看我们在面对世间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这个思考 一下就被牵动了 我被讲说我们很认真 但认假做人 道理也懂 但生活的实实在在的 照样是五应之作 那一份习信你看听完 一出去马上追逐 挡都挡不住 挡都挡不住 链子绑着乖乖一放 蹦 蹦去哪里 那种心圆育 守不住 所以今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有没有学会的把这个道理应用在每一个点处 你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实时保持正念 你爸所学的 是不是应该这样 此被名为可怜民者 那我们此被 你干脆讲我被名为可怜 就是还有谁 阿难 忽有从人 不依啊 正觉修三末地 别修妄念 纯享固行 由于山林不集处 有十种仙 我们现在很多人在修仙 不是在修道 是修仙 阿难 比诸众生坚固福尔 而不休息 十道远程 明地行先 这里面会有吃很多的那种药丸 体炼 炼很多的药丸 就是医这个东西 慢慢 忽用 这个过去 很多道家 的 的确有这样的一个修学 最近有人记我一本就是 《明山游黄记》 不知道是因为我上课有讲 所以最近不知道 我没特意 有人就记一本《明山游黄记》 就是一位居士 他曾经在很多地方拜访 深山游 他曾经在很多深山丛林当中 看到这种练修仙的人 我有机会再还以下 因为我看过 他说也亲身看到身体颜色也不一样 吃的是松植之类的这些东西 真的有 但我想以后都没有了 因为都开辟了 你在那打坐以后 花图记 咔咔咔咔咔 那算了 现在修行难了 雪山的牛现在也很难造了 因为雪山慢慢融化了 牛也不知道跑去哪里了 我看这个法越来越难修 你现在已经要多少丛林里面 现在也不容易了 修道的因言越来越难 不过你要知道 这有一种 他这样的修行是在人道里面 但修到最后 他用这个糊石这些药丸之类的 然后炮制很多药丸 用这个饮食 然后不断的修行 食道原尘 明地行先 因为他还在地上 他还不能举高 再过来 兼顾草木而不休息 草道原尘 明非行先 这有的人就像食松脖子之类的 就是别的其他的 像我们现在吃那个人工的这个不吃 这个化肥的不吃 甚至有机肥的也不吃 所以吃的很纯的 现在如果吃松脂也未必纯 他们兄弟有下了什么肥料的 一吃太多太重就掉下来 这个都是吃很天然的 现在就算这里没有堵空气 下酸雨 你看你想躲都没地方躲 到处染污 你也不知道怎么办 但的确有人就是借着这个 兼顾草木 就像松脖的这种东西 以草药药到原尘 所以明非行先 他这个可以轻举上来的 兼顾今时而不休息 化到原尘 明游行先 这个就是用丹沙 要像水银 以前的炼丹之术 用那个拱 用沙 用种种的 类似 有点矿物之类的这些炼旧 所以他们将的修行到最后 化到原尘 明游行先 他可以化到 他就转化这种一般凡夫的肉体 化为像仙人这样 像在经典里面像独角仙人 他有类似 因为他后面会谈到粗产 这个是在人里面 他有先就是说 他有人一般凡夫所没有的这种能力 但他连 这个不是善定这一块的 他用另外一个 他的想法 所执着的 因为这样兴修 而形成这一类的存在 游行先 他就是可以游化世间 到处利益人 有 所以其实我们有些故事里面 当然有些是故事 可能就是编造出来的神话故事 但在经典里面 我曾经讲过 每一个人的信念 他形成的世间 他因为专注在某方面 因为他深深耗耀 就形成他的世界象 他的生命选项 会如实相应而显现 所以他今天在某些地方 因为当然我们只是 在这个经典上是列举出来 实际他为什么可以这样 并没有点出来 那这个当然就是 后面也会讲 这个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 举处 他借着某些因缘 而得以成就 只能说出列举他 那实际的修行 有他内心操作 就是各一个心 一于什么心 结成他的世界象 结成他的夜报象 再过来 坚固动直而不休息 气筋圆成明空行仙 一个是飞行 现在就是能更加的 大约讲说像羽化成仙 这能在虚空漫游 有些只是飞行 飞行底下游行各地 现在是更能超越在空中 能更加自在飞翔 以前我们在故事里面 其实为什么有这些故事 我相信也在那个时代里面 有类似这样的因缘的人出来 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就好 还有 兼顾今夜而不休息 润得原成明天行仙 一个是空行仙 就是羽化飞生 现在就变成能怎么样 能到天上 天行仙 它也可以有话像 以天道 就天行 就与天上相应 这个兼顾今夜 前面那个兼顾 兼顾动直 前面讲兼顾动直 主主就如何运气调生 运气调生 还有养精安神 由这种运动来调生 养精安神 成就他的气跟他的精 精神 透过不断的运作 有的人用什么样的 练什么丹弓 练什么气 类似这个 所以练到纯手的时候 有这样的能力 因为实际上我也听过有一位医师 他说他在练习那种气功之后 练到他身体是浮上来的 身体是整个从床部这样浮上来 整个身体这个袖子 整个袖像那个气球 练到整个身体那个气膨胀起来 衣服都脏起来这样 整个身体是从床部上浮上来 这是他说的 听听 也没有实际看 但他说练的时候曾经是这样 这个我听过两个 身体是浮上来的 那这个在印度瑜伽里面 也有类似这样的情形 所以他可以两个跳跃 我不是讲说我曾经在大学 有修一个叫做超觉静坐 当初他们给我们的理论 这是一个课程 这个课程的时候 他们会给我们做那个心电图 同时教你怎么做 同时检验你的心跳 他说这个如果控制好的话 初步它是你盘腿在地上坐 他也可以跳跃 我就讲说盘腿没办法跳 他可以跳跃 那个有拍照的 就是盘在这里跳一个距离 他说的更稳定的时候 心不要动摇的话 他会浮上来 再来一层他可以动灰心 有没有道理 有 我就讲说 这个很有意思 当初每个人会给一个阴身 我不知道他是给我们一个阴身 就意念那个阴身 我到现在都记得 讲一次而已 我记忆不得好 他说奇怪 这个倒是都记得 那时候我就开始练习 因为第一次 有开这个课程 第一次就进入一个是坐着 有讲 我觉得好像睡又不睡 但突然脑袋就空空的这样 突然什么都没了 因为他就给你一个阴身 你就开始意识这个阴身 这个阴身到最后 就有这种现象 但久了我忘了 这个大概三十几年前 好久了 那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他说就是要往这边来 所以我第一次就有那种 特别的一种感受 突然就坐着不是打盹 但就是突然进入一种 好像也不是睡 但就是很亲民这样 他说这个如果继续练 就可以 他会一层一层引导你进去 后来我没怎么学 不过倒是他告诉我们说 他说我们如何启发潜能 他说我们一般人来讲 其实真正用到我们的能力的非常少 天才大概十几%而已 天才 那一般人更是少 这个当然透过这个你的身心 你越来越能寂静 就是你越来越不累 不大需要休息 有这个 后来我也就没再留意他了 不过就曾经有这个经验 有机会再查看看 当初是怎么样 有没有这么一个系统 现在有没有 我想有机会了解一下 因为太久了我也不在意 不过曾经这个因缘 但你看这种瑜伽树 它就可以让你升上来 可以让你动 是不是 他们有他们一套 不知道怎么传承下来的经验 告诉你这样修可以这样 但你不要以为这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 也像外道法 是不是 好 我们休息一下